那么接下来我会从以下11个角度 全面真实365度测评这双鞋 Streetfly定为中短距离竞速跑鞋 所以咱们先来看看性能数据 先来一波360度外观细节图 好不好看你们在留言区说了算 今天的测试安排是6公里的慢跑 配速425到430之间 五堵400米的间歇跑 配速在310和320之间 跑完咱们上数据 第一个咱们来看重量直接上称 Streetfly 42码 163克 Vaporfly 42码 189克 点评一下Streetfly应该是目前最轻的耐克路跑鞋 第二点咱们来看缓震性能 耐克当家的材料Zoom X中底 软弹没的话说 不过因为是保底 落地式脚底路感很直接 点评一下慢跑式Streetfly缓震性能并不突出 第三个看回弹性能 间歇跑速度训练时 前掌嵌入PBX版支撑感明显 回弹较快 相同配色下处理时间 快于某碳板跑鞋 那么点评一下这双鞋 适合前掌着急的跑者 在短距离竞速时有一定优势 第四部分看吃马 42码上脚之后 前脚指头也大概半码空间 我的脚背偏高 也完全没有压脚的感受 第五部分透气性 工程网布材质 网格比较稀疏 我们做两双鞋的透气性对比测试 点评一下 它适合撑下船 第六部分脚感舒适感 上脚之后并不觉得紧 脚感偏软 贴厚度包裹性都还不错 点评一下 舒适度在耐克的跑性当中算不错的 第七部分耐磨性 几乎和Vaporfly相同 只有前脚掌有香蕉大力 后脚跟Zoom X材质罗损交换 预计使用寿命并不长 大概300公里左右 第八分防滑性 分别在干净的跑道 雨水跑道上 来回折饭跑 起死 点评一下 它基本上只适合在干度上跑 第九部分稳定侧倾 鞋底几乎没有支撑材料 在高速下稳定性一般 点评一下 它非常考验跑者的脚踝力量 第十部分颜值 纯白色的鞋身 大小黑色双钩 橙色的5K 10K 代表着它的最佳跑步距离 点评一下 颜值低调 但是好看 第十一部分价格 我买的时候价格是1000多 现在涨了3000多 变成了理财产品 看看就好 没必要下单 点评一下这种鞋 第一个 它适合5K 10K的场地训练 或者竞速比赛 第二个 它适合脚踝力量好 前掌跑跑的朋友们 因为它极其能重量 能够帮你节省能量 第三个 在马罗松路跑领域 这双鞋远远不如Vaporfly 购买建议 初跑者不建议入 精英跑者如果家里有矿 可以随入 那么它的上市定价是999 现在还未上市 时间未定 如果上市之后 我预计会有大量的折扣 所以不用着记录 下一期还想我测评哪双鞋